而这样玩世不恭的韩寒 在前期宣传上也不走寻常路 这次乘风破浪上映前 一首被冠以直男癌的男子汉轩言 在部分网友之间点燃了一把熊熊大火 这次乘风破浪用蛊惑仔赛车和情怀 这些急讨巧的元素包装起一个穿越故事 邓超饰演的赛车手儿子 通过一场意外的穿越 去完成和彭于燕饰演的年轻父亲和解 父子二人成了兄弟 过起了打架泡妞的青春岁月 穿插着寒寒惯有的怀旧桥段和幽默 封封万事 直导而行 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说到做到 所提守江湖的底线 本人结婚 他干嘛给自己压这么多鞋 男人至死 世上也被人知心不敢 真与力小 我在每个早上 一定记得比你早 我在每个晚上 一定睡得比你晚 我觉得那是什么餐 就算总是吃一半 就算吃一半也好 因为马上要加班 对抗传统教育制度的另一少年 写出畅销书的知名作家 一言九鼎的人气博客写手 国内顶尖的职业赛车手 韩寒的身上有着太多令常人 无法企及的身份和标签 如今他的身上又多了另外一种标签 十亿票房俱乐部成员 2014年首支导筒的韩寒 凭导演《处女座》后会无期 斩获6.3亿票房 影片的豆瓣评分更是高达7.1分 三年之后的春节档 面对周星驰 徐克的西游扶妖片 《成龙新作功夫瑜伽》 和王宝强自导自演的《大闹天竺》 韩寒拿出了在赛车场上的韧劲 重压之下宣布其新作《乘风破浪》 令党大年初一 最终《乘风破浪》 与三大竞争对手一起 冲破了十亿人民币大关 更为重要的是 《乘风破浪》 是这四部春节档 十亿家大片中口碑最好的 韩寒的港片情节 从本质上而言 《乘风破浪》 是一个关于穿越的故事 一位垂死的青年赛车手徐太浪 穿越到90年代 跟自己的父亲徐正泰 成为生死之交 从而发生帮助父亲选择老婆 也就是自己老妈的暴笑故事 很明显出生于1982年的韩寒 有着浓重的港片情节 《乘风破浪》里 几位主角反复提到 你以为是看香港电影 不要看那么多香港电影 核心剧情也致敬了 陈可欣1993年拍摄的经典作品 《心难兄难地》 那个时候正是香港电影 最辉煌的时候 从香港电影情节上升一点 就是录像丁情节 那时候好莱坞大片刚开始在国内引进 录像带在房间流行 因此乘风破浪 可以看作韩寒 对于自己青春的一次复刻 无论是徐太浪还是徐正泰 都有韩寒自己的影子 对父亲的厌恶 对母亲的怀念 对成功的兴奋 对世俗的嘲讽 最终他将那个被遗忘的90年代 以电影的形式浓缩在了他的理想国 平临阵当中定格成不朽的影像作品 那些孩子怎么知道 我就像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 与2015年大卖14亿人民币的夏洛特凡两类似 乘风破浪同样用嬉笑诺骂地穿越 来弥补生命的遗憾 赢得家人的谅解和真正的成长 在众多元素之下 韩寒为我们呈现了一群少年与世界的对抗 和解和妥协 而在片场 韩寒却是一位戏节控 超爱演的贪玩型导演 他几乎演变成风破浪里的每个角色 被邓超抱住的孕妇赵丽颖 黑帮老大李荣浩 还教彭于艳演吻戏 身为职业车手 邓超赛车戏的替身 自然由韩寒亲自担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什么样的选择 为什么要上去才吃 充满烟火气的90年代情怀 对我来讲虽然是创作 但也是一份职业吧 就怕滑过看镜头 不看镜头随便滑 OK 吃两头 这个时候你们俩才有对视 一个小手指挠挠头 这个可以演得再深情一点 OK 停 几百号人并肩作战 为了一个作品 这些时间里面 它最终这样的故事影像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每个演员赋予了 这些人物最先后的生命 代入感十足的飙车戏 韩寒的赛车水平有多高 答案是国内定 我人生第一次晕车 也是坐在冯院的车上晕的 你得通晕 好快吐了 今天转太多 在韩寒的《处女座后会无期》里 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 小孩子才分对错 大人只看利弊 而《乘风破浪》正是讲了一群 不看利弊的少年们 因为看了太多香港推荒电影 而组成了充满黑色幽默的 平临镇四少 他们的选择在如今看来是如此可笑 在囤BB机和买房子之间 选择了囤BB机 又在开录像厅和电影院之间 选择了开录像厅 他们用脆弱 而又中二的理想主义 守护着故乡小镇 无所谓惨痛代价 在选角上 韩寒也体现了作家出身的他 在识人方面的洞察力 一众明星都找到了 最适合他们的形象 原来小镇之花 才是赵丽颖的最正确打开方式 虽然台词说得怪怪的 但李荣浩突然凹出了一种 罕见的教父感 酷爱抖机里的段子手韩寒 用乡村蝙蝠侠 马化腾 母亲感应等耍剑错位等 引发观众的爆笑 但不同于后会无期里 金剧不断的愤青发 乘风破浪的段子 是属于年轻人的巧妙小聪明 从而为我们呈现了一部 各个年龄段 都能无门坎盖得到 笑点的通俗喜剧 这或许就是 从筹拍到上映 只花了四个月的乘风破浪 能破十亿人民币的 最重要的原因 告诉你啊 男人这一生 你这样 怎么对一些正点 没关系的 那就是 又卡了 一不立即卡三次 还不让人看啊 纷纷万事 直到而行 这就是我们的追求 说到做到 所提走江湖的底线 我说今天 他干嘛给自己 压这么多戏 男人至死 是上年 真是有心的 真影响 也不理会 我看你 今晚很多人 温暇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